那這個論壇的一個起點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想像或我們理解這個文學的 在台灣的這個歷史過程當中 其實一直扮演一個蠻重要的一個位置 可是好像在90年代以後 或是說2000年並沒有那麼一個 更深刻的對文學的討論 也許我這樣講不是那麼的公平 但是就一個非常旁觀者的位置上面 我們看到的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也是我們在思想這個 考慮這個論壇的時候的一個起點 那怎麼樣把這個討論帶進來 可是同時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社會上其實對文學有很多的期待 或者說我們不斷的看到一個文學生產上面 造成或形成的一種 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 比較消費取向的一種文學生產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從一個文學生產者的位置上面 來思考這樣的一件事情 就是究竟我們在文學裡面期待一些什麼 那究竟我們在這個文學生產過程當中 又具體的面臨哪些的條件跟困境 然後實際上作為讀者來說 我們究竟能夠從文學裡面拿到一些什麼 獲得一些什麼東西 那這個其實都有一定的歷史脈絡 比方講60年代 70年代 很多的文學生產可能對於那個時代的社會氛圍 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到今天可能也許電影或音樂 會是另外一種重要的文學生產 思想文學 這本來這題目真的是滿吸引人的 而且很有意思的一個題目 我想因為我是一個寫詩的人 那所以我還是從詩開始談起 就是在詩的一般狀況之下 一般人比較少談詩裡面的思想的問題 比較講是不是詩 然後詩的強度夠不夠 大概會比較講這個問題 或者講一個核心概念 叫情感或者抒情的問題 那我想這也是很多文學都會提到 但是好像我們談詩的人 對抒情特別看重 但有時候我就在想 思想也需要情感 有沒有一種帶有很強烈情感的思想 或者在表達思想的時候 帶有很強烈的思想 如果有的話 那麼說不定是這個文類也算是 那我在這邊我想比較想是 因為在這邊其實大家是要期待 有一些摩擦和火花的 所以我就來談一個東西 就是談身份認同的問題 那身份認同呢其實是 當然大家可以想到族群啦 性別啦性傾向啦 比如說在場的這幾位 裡面有哪幾位是同性戀啦 之類的事 當然我們想到可能是 主權啦比如父老人啦 外省人等等議題 那我想這個其實可能是 這個其實可能是 我們在談文學的功用的時候 或是談文學在談思想的時候 其實在台灣的脈絡裡面 非常在乎的一件事 因為為什麼檢驗前 檢驗後的文學活動那麼盛行 其實很多人是希望藉著文學這個媒介 來進行身份認同的討論 不管是 identity或是 identification 那當然我們知道有些 有些社會運動也因此而 在檢驗後也因此出現了 比如說 復運 工程運動 原住民運動 還有 統治人權運動等等 那這些運動其實 很多時候都是以 從文學去出發 因為覺得文學是有用的 不管文學是不是被利用 但是文學其實實際上是 曾經被當做一個 現在可能不會 可是曾經是被當做一個動員的工具 然後 證明 某些身份認同是存在的 證明某些人是存在 並不會 並不該被歷史上遺忘 那 所以說90年代 我們看到 我們其實一方面看到解嚴後的文學 風喜運動 其實 那個其實是 那個是很多 身份認同的讚賞 當然我知道的是 我如何在 我自己所處的那個 我自己所受到的訓練 以及我所處的那個環境裡面 我要 那個 那算是一種夾縫 我如何去保存這樣一點寫作的空間 那因為我也沒有受過太多文學訓練 所以我也不敢在各位面前 班們弄斧講文學理論 所以我從個人的一點 反省出發好了 那 也算是呼應綱 紀老師所談的 他到了美國去之後 他說 他在文學的理論訓練上面 他遇到了一些 關於身份認同的一些問題這樣子 那在 在 在致命發給大家的一些 那個問題的提綱裡面呢 有特別提到的就是 文學到底是 他 他是會寫出什麼樣的社會 社會的風貌跟時代的征後 還有 書寫 書寫 他自己的位子跟歷史 還有文學生產的機制跟環境 還有 也就是說文學的生產條件 這樣一個問題 那這幾個問題就特別在我心裡有一些回想 那這個回想主要是 因為我是一個鄉下孩子 就是鄉下就是台東這樣的鄉下 那我自己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其實文學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就我們不要說是文學在社會 在結構上面有任何一個大的作用 而是在每一個individual 在每一個個體上面 他如何在一個 其實就是一個 當時算是窮鄉僻良一個孩子的身上 他如何編織他自己對於 寫作對於書寫的一些夢想 那大概在我成長的80年代的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文學的影響非常大 因為當時80年代開始有 朱天欣 我開始看到朱天欣的作品 然後看到很多的在台北寫作的女性 那這個在當然其實非常呼應了台灣 當時的某一些社會的狀況 就是社會開始變得比較 社會的社會開始變得比較富裕 然後女性的寫作慢慢的能夠出頭 那這樣的一個空間 對於一個在窮鄉僻良 就是在鄉下長大的一個小女孩來講 其實那個那樣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我也看了 當時看當時非常喜歡看各種 女性作家的作品 那對於我的未來 就從這個地方得到了一些 我可能的未來的想像 大概是這樣一個契機 這是文學對於社會 就是這樣的一個主人 這是放在我身上的這樣 就是中國文學 台灣文學 反詐人也有文學 我的名稱 我的主人的自稱叫做綁詐 錯誤的名稱叫阿美豬 因為他是阿根廷跟美國的組合 誰來決定哪個文學比較優雅 比較有智慧 布農族的歷史超過中國人一千年 太亞族的文化神話故事傳說 也比中國人更優雲一千年 只是我們因為人數稀少 我想各個每個民族都有自己 不同民族的智慧 這是很肯定的事情 講到這個 再講到跟影像的部分 我自己常講的 大家很喜歡看公共電視 這樣的公共 其實是漢人的公共 這公共裡面的價值跟定義 是跟原住民沒有關係的 我常說公共電視只是 有吃肉的搭理電視台 因為我一直深受其害在裡面 因為我做的是影像 所以我做的事情都不符合 不符合他們的規矩跟標準 我過去拍影像的話 我拍文化拍祭典 所以我很容易可以得到獎項 當我拍到政治跟歷史的時候 得獎是不可能 我申請企劃訓 也是不可能的任務 這裡面全部都是由權利來決定 但是得獎是 所以某個時候 我突然發現得獎是很可恥的 不是我因為得不到 因為台灣前幾年 到現在好像有個獎項叫做 社會光年面獎 到現在大家有 因為我們大分做的是社會黑暗面 這兩年來 我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 我有一點點 一點點繼續想下去的感覺 就是說這些年來 因為每段時間總有一些 有幾句話會徘徊在心裡頭 那我其中一句話 我大概引述一下 大約的語言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書寫應該像一個書寫者那樣寫 而不要像一個時代那樣寫 這是某個世說的 他說了好幾次 有一次是講賀序里 就是說他好像發出來的聲音 是一個時代的聲音 而不是他一個個體的聲音 我們都分得出來 大概可能 這個話當然不能惡意的聽 就是我說在剛剛的一個基礎上 那我會想到說 比方說我們所尊敬的陳銀生先生 他究竟是一個時代的聲音 還是一個個體的聲音 我在想魯迅 想三年年代 想這些人 像我認得我讀過的這些小作作者 那這個話大體上我就不做進一步的詮釋 大概是這個樣子 一個時代的聲音通常是一個 我想魯迅斯所指的是一個 單一的收容的公約束的聲音 它比較大的意義是一個 對一個面的覆蓋 而不是對一個單點 它沒有穿透力 因為公約束的聲音 從來就沒有穿透力 它的效應通常是讓我們活得比較愉快 然後比較容易不疑惑 然後有一個所謂的 家人的聲音說 叫共識 其實今天來這邊講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是一個 幸存者的感覺 還是經過海嘯 我希望這樣講不會很輕飄 經過海嘯的一個 幸存者的身份 在這邊說我們的一個遭遇 這個海嘯有的時候 它呈現的形式是 跟每個時空是不同的 有的時候它出現的面貌 是那種末製能力的商業力量 有的時候是一個很惡劣 要人命 真正要人命的一個 一個政治環境 那有的時候只是 一帶很平庸的 一個集體的一個口味這樣而已 就是種種 那我自己覺得 我到現在還 幸存的意思就是還活著 然後還能寫 也還想寫 也還相信自己的一些 我覺得美好的價值 我也還很願意把它說出來 不藏私這樣 那我得舉三個例子開始 其實就剛剛講這半年一年 我在只要談文學的場所 我舉過很多次 所以其實我有看到一兩張熟面孔 就請您再忍受一次 因為我會奉送第三個例子 我覺得很可怕 就是這個經驗是不斷的 越來越密集 越來越誇張的出現 越來越密集 越來越誇張的出現 現在就在海岸 上海岸 上海岸 她不斷地震撃了